人來人往的大街上 這棟公寓忽然倒塌 傳出轟然巨響 冒出大量白煙 場面觸目惊心 土耳其靠近敘利亞邊界 嘉濟安泰普省附近 六號清晨發生規模七點八強震 造成嚴重死傷 建築倒塌毀損 許多民眾被埋在瓦砾堆下 生死未捕 監視器畫面顯示 強震來襲當下一陣天 咬地動 電力被切斷 路燈熄滅 畫面瞬間從彩色變成黑白 汽車警報器也響個不停 救難人員趴在瓦砾堆中 跟被埋在底下的生還者對話 一群人在斷圓殘壁中 想辦法救出遭活埋的民眾 強震不只震撼 土耳其 鄰近的敘利亞也傳出災情 建築殘骸掉了滿地 汽車被砸成廢鐵 擋風玻璃和車頂全毀 救難人員心急如焚 救出身上沾血的幼童 趕緊將孩子送去救治 這場地震不只影響土耳其和敘利亞 鄰近的黎巴嫩和塞普勒斯 也都感受得到地牛翻身 強震過後 救難人員還在與時間賽跑 希望救出更多民眾 土耳其也發出四級警戒 呼籲國際社會伸出援手協助救災 華視新聞 林志陽 呂漢威報導 哈囉 我是燕鳴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